之前媒體寫著 如果我六十歲 剛剛不是講了嗎 有點教過大家 六十歲您就可以請領勞退金 哪怕你還在工作 你也可以領勞退金 新救治那個勞退金 可是因為六十歲身體還不錯 又可以工作 暫時就不領了來有聯請上來 你知道暫時不領有多少好處嗎 聽說我們勞退新治 每個人的單一個人的賬戶 分紅現在來看 可以多分到1.51萬 之前還分紅2.2萬 創歷史新高 那這是怎麼回事 當然要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先拉到第一個 勞工退休金的條例 到底有哪些的特點 麻煩您 是的 我真的很常回答 有關勞退新治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勞退新治 它是2005年開始 那就是個人賬戶 所以每一個人他在勞保局裡面 只要你有工作 老闆就必須幫你提交6%的退休金 這個個人賬戶是跟著你走的 那這跟勞退新治 所以平均企業順便只有7.8年 你說我在一家公司大概25年就有退休金 也不可能 所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大部分的勞工都領不到退休金 所以才要改成勞退新治 那當然一開始 哪一些人是適用勞退新治的 一開始只有本國級勞工 像我這種外籍配備 基本上之前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後來外籍配備 那慢慢的修法納入 然後零有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士也納入 跟後來自願提交的對象 譬如說我投保在職業關會 但是我覺得我是自行作業者 我想要提交勞退新治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因為都有免稅的這樣一個條款 就是剛剛慶隆說的 政府規定老闆幫你提拨6% 然後我們員工可以自行提拨6% 最高就是12%的上限 慶隆一直教我們要自提6% 這樣子等你真的勞退要領的時候 錢才會比較多 是 OK 好來 再來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自己提拨6%的部分 很多老公錢的錢就不夠了 沒辦法打拨 真的 錢的錢就不夠了 還打拨這是屬性 這真是麻煩 那當然年滿60歲就可以領勞退金 那當然60歲 若年資滿15年的話 那可以領一次或者是月領 那如果年資低於15年的話 就只能夠勤領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退休金 所以我買15年 我可以一次把它全領出來 也可以每個月領就對了 但是如果年資不夠 就是只能一次領 沒錯 後來修法 就想說符合幾種情形 大概可以提前勤領 也就是說我不用到60歲 我就可以勤領 那當然有一些要件 大部分的勞工都是60歲才可以領 那只要是有勤領這個勞保的 私能給付 私能年金 或者是私能等級在3以上的 這個私能給付的 以及國民年金的相關的 這個私能給付的 就可以提前 好 那我們來往下走了 因為剛不是講到有紅利嗎 有紅利就會有虧損 之前有一個網站 新聞是這麼寫的 我們剛剛來看一下 再次粉絲再提問說 天啊 勞退基金新制 新制勞退基金 在110年去年11月份 去年11月份那時候行情比較不穩 他虧了 這麼一虧 怎麼辦 我的勞工退休金 我是新制的 我的個人專戶會被扣錢 結果勞保局澄清 不會 不會 請您放心 為什麼不會 來請說 這個其實我真的要幫勞保局講話 因為勞保局周期性 都要回應一下媒體 好像賺了錢就會分紅 虧了錢就會倒扣 不會就是不會 所以這一行紅色字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勞退金繳納的期間 金額都會不同 因為我們最高勞退金的提繳是15萬 然後當然最低的話就是基本工資 那勞保的話是45800 所以每一個人所繳納的期間 金額都不同 他參與基金運作所獲得的收益的貢獻度 也隨之有所差異 所以剛剛講的有些人講說好像賺了錢平均可以分到多少錢 也不太可能 因為每一個人比如說你是用15萬角的情境不一樣 那因此每一位勞工朋友實際上分配到的收益並不相同 那也並非直接以當年度的收益除以個人專戶裡面的平均分配 所以這句話很重要 對 剛剛說的史上最高 個人的這個專戶當中勞退金2.2萬 跟現在最新的1.51萬 他是個平均 平均 但是每個人你自己去查 其實是不相同的 我可能八千 你可能九千 你可能兩萬 他可能一萬五 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個人拿多少錢去做投資 因為這是他拿去做投資嘛 是不相同嗎 就這行字 沒錯吧 沒錯沒錯 OK 太好了 終於懂了 是的 那我們如果來一個白板 不好意思 我們把它畫一下 也就是剛剛的那一張 友聯的那一段畫 這個是我瑞涵的 勞退金 好了 我現在60歲 我還是想工作 然後我覺得身體很健康 所以暫時不領 等到未來的某一天 暫時不領 等到未來的某一天 可能到了65歲 我再來領 請問是不是65歲 再來領的時候 這時候才會進行結算 我能夠領多少錢 第一個問題 沒錯 提考了 這個是等到結算 再來領多少錢 換句話說 在你還沒有領錢之前 算到的收益 或賠錢 剛剛不是有賠錢嗎 去年十一月份不賠錢嗎 賠錢或賺錢這些等等 對你而言都算是賬面的 沒錯 只剩富貴 開心而已 是不能去領出來的 是吧 是的 不能領出來 直到你結算的這一天 第二個問題 我要請問喔 那麼等到我現在65歲要結算領我的勞退金那時候 假設發現到糟糕了 我看到了勞退金 竟然它的操作是負的喔 是- 是負的 那請問我領到的錢會是負的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那如果今天看到它的操作是正報酬 我領到的錢就會是正的嗎 來給答案 那如果說都是正的話 那當然就是正的喔 如果說是負的話 那勞工退金條例裡面有一個條款 天王條款喔 就是政府保證這個收益 大概是不低於兩年之定存利率 所以它有一定的保證收益的這個部分 所以原則上 我們都希望它都是正的嘛 對不對 那正的話它當然累積的 這樣的一個賬戶的錢就會變多嘛 那如果說是負的話 那最起碼最起碼政府是保證 在第二十三條政府保證 不得的以兩年之定存利率 我們現在兩年期的定存利率 大概是大概是多少 應該也大概是一點點多 所以聽好了 等到我六十五歲的這一年 我要退休了 我發現到它的投資 竟然是虧損假設 如果它是虧損5%的話 哎呀怕死了 我領到的錢變少嗎 不會 我剛剛有連說 終究它會保障你兩年的定存利率 如果兩年定存利率是1.5 你還是能夠領到正的1.5 沒錯 可是如果它操作得很好 我退休的那一年 它操作是3%到4% 那我就是領3%到4% 而不是領1.5囉 當然對 是嘛 觀眾朋友有沒有聽懂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了這個 什麼勞退基金 新智 操作正報酬 每個戶頭都2萬3萬 賠了1-2萬 第一個平均值 第二個不是每個人都一樣 而這些過程當中 你不能領出來 你也不會少錢 領的時候 那時候才是長這樣 我剛剛慢慢說 希望您有聽懂 簽掉之後來看最後一張 那這個呢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你的本金 絕對不會被扣掉 所以這行制的話 那當然就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帳面上的喜悅 當然虧了也不會被扣錢 那我剛才講的這個天王條款 就是第23條 目前所提早的勞工退休金 應用收益不得低於2年 當地銀行2年是定存利率 我們待會幫大家查一下 2年的定存利率大概是多少 這邊還有一句話 不足者國庫補資 所以基本上它就保證收益 好 那我先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說 就是說60歲可以領 那60歲的平均移命是24年 也就是說大概這個帳戶的錢 應該可以領到84歲 84歲以後的就只能靠勞保 因為勞保是領到終老 所以這個帳戶裡面 只能領到84歲 那當然60歲的這樣的一個情領 它的計算方式呢 我就做一個比例 就是說它當然就是它的本金 再加上它的累積的收益 那進場當然就比較重要 為什麼 因為假設一個勞工 他是2020年6月申請的話 那它是以大概會慢兩個月 就公告的2020年的4月的這樣的一個投資報酬的收益率 那當時公布的收益率是負的7點多 那當然如果你進場的時候說是正的話 那往前推 往前推的部分的話計算出來的話 就可能就比較亮麗一點 這 DD你提播 前的時間 再加上它投入的時間點 沒錯 再搭配台股那時候的大環境 ließ大多頭還是修正 來決定您這些報導率 所以勞工大概到最後結算以後 勞保局的電腦跑出來 你才知道你每個月可以領到多少錢 因為你要往前推 嬴的時候才知道 對 她能夠知道 因為你要往前推 有鎮有褲有附 真的有負 那當然瑞�Imp 剛剛提到一個問題講說 那我繼續工作的話 繼續累積會不會領到更多錢 当然会 为什么呢 不要说他的累积收益 这个我们无法确定 明年股市会怎样 或今年股市会怎样 但是60岁的平均移民是24 他的计算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账户里面的钱 所有钱除以24再除以12 大概就是你每个月 也可以赢到的钱 那如果我们工作到65岁 65岁的平均移民是20.7年 也就是说你的分母变小了 那你账户里面的钱区区累积 然后钱变多了 分母又变小了 那当然领到的钱就会变多 难怪 那如果再加上刚刚讲的 如果说有提波6%的话 那基本上老年经济安全的保障 可能就会比较充足一点 因为你 对啊 就像你刚刚说 65岁退休 余命的时间就变短了 所以除下来每个月领的钱 就变多了 那到底要做到几岁领最多 其实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都讲说我就做到 做到装老为止是最好 那也要老板愿意请你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现在有中高龄者跟高龄者就业出境法 真的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讲过 就是说我们的少子女化 然后我们的劳动力事量是减少的 所以为了鼓励影法族就业的话 这个中高龄者跟高龄者就业出境法 已经在前年11月已经正式上路了 好 有人不讲都不知道 你看中文讲得这么好 你是哪一国 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你娶老婆之后在这定居 就是0.8而已 OK 总之0.8刚有人有讲 如果到最后你要领的时候 你只有0.6那怎么办呢 明明规定就0.8 现在的0.2政府补给你 所以你完全都不用担心的 清掉60岁如果 回到刚刚那一章 新闻写着60岁如果不请领劳退金 你的劳退金的个人账户平均会有分红多重的钱 一 这是事实 但第二个提醒您 您没有办法把一万或两万等等领出来 因为劳退金你还没有到 你完全要领的时候 不管是月领过一次领 60岁就可以领了 可是你想要继续工作 还不想领的时候 这些都只是账面上的喜乐或悲伤而已 是不能领的 回到了第一章刚讲到 因为劳保局的个人账户 现在您的劳退金制之先 个人账户是跟着您走的 而且这么一修法之后 60岁可以领劳退金 60岁当然您可以一次领过月领刚讲 如果您的年资在15年以下 您只能选择一次领 可是还是比较喜欢像刚刚 有年说的 干脆60岁就继续工作 如果你身体还健康的话 继续做回到最后一章 继续做因为您的余命 如果像24年来算 如果你做到65岁 24减掉5 您大概就是20年 所以把你的总可以领的钱 除以20年 每个月领的资金 钱当然就会比较多 所以工作比较久 60岁不先领 不早领 这个劳退金 对您往后的退休生活 每个月领的资金 是比较多的 总之以上的结论 给您做一点掌握 这样一个结论 有留言证据吗 正确 感谢您了 进广告回到香港之后 接下来来看这个 第三集了 六家投信业者盘点 在今年非常适合 让您买来当退休存股的ETF 庆龙帮我负责第三集 中共四档ETF 超级比一比咯